医院大厅急满人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 南部广东汕头 今天一度宣布封城 又取消防疫乱套 而中国境内只剩下西藏美 传出疫情 但现在肺炎治疗 似乎露出一线曙光 这些药物在前期在武汉 他们也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但是还需要更多的 临床观察 我们是治疗艾滋病的定点医院 所以这个药物我们大量储备 传出抗艾滋病药物 可对抗新型冠状病毒 只是武汉市的确诊病例数 持续增加 原本的医疗院所无法附和 防疫指挥部下令 六天内要在火神山医院旁边 再加盖一所雷神山医院 至少肯容纳新增一千张床位 对技术上没有任何的难点 只是现在时间特别紧迫 但中国境外的疫情也是大爆发 加拿大传出首起确诊病例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澳门和南韩 也都在今天新增确诊病例 武汉肺炎病毒传全球疫情升温 亚洲 欧洲 北美甚至南半球的大洋洲 全沦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初一召开会议 形容武汉疫情严峻 各国政府忧心忡忡开始 研拟撤侨计划 美国政府安排飞机 28号飞离武汉 撤离受困的美国外交人员 南韩也争取安排包机 要从武汉撤离 新型冠状病毒从中国持续向海外扩散 从潜伏期到发病需要一段时间 也让各国全绷进神经不敢大意 三里新闻 陈子伟报导